大家好,我是南柯,又是一个新的周日,这一周的瓜不让人失望 本周主要讲两件事 一,爱奇艺发布的TMI 二,打铁大队的前世今生 因为足理预测,自我介绍会发十天,每天十条 我觉得太久了,恰逢TMI发布完毕,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吧 TMI原来指的是too much information 听你这个TMI可以理解为并不需要知道 但是知道了也很有趣的事情 首先,我觉得这个TMI拍得不太好 是全员都不太好,没有显示出妹妹们的漂亮来 爱奇艺与花育人,一百个妹妹,一人一花 接下来请欣赏豹花鸣 道花,豆花,钢花,火车瓶花,假花,阴花,麻花,爆米花,高凉生花,不要比生花,东北大丝花 嗯?你觉得这些都不是花?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听我的,这事听我的 压张发的一位竟然是猪五花 原本挺好的企划 一顿操作下来都可以投稿迷惑行为大赏了 金子涵的TMI里面有个翻跟头 真的不翻不是华人啊 孔雪儿的TMI在我心里可以排上Top3 孙瑞的谐心品质经常会让人忽略她的美颜 这次不让她说话,真的很好看 而且孙瑞的TMI是 真的很喜欢吃大米饭 静痒痒的TMI是 一顿能吃五个馒头 来,拉娘马上给我安排上 参赛选手中唯一一个日本妹子七岁 有一个我很羡慕的技能 每次坐地铁都会睡觉 但从没坐过站 姚依凡的话是海棠 梨花妹子 你的海棠来啦 蔡卓仪好灿烂 笑颜很漂亮 原本有点离婚偶像的争议 现在挺她的人也挺多的 这个这个喜爱姐 你的TMI真的有点负胎 你真的一百斤吗 因为之前上了快本 所以特意关注了一下 评论里都在说 周冬雨是你吗 金高银 新传过来的练习声 似乎是slag满满 而且也是rap单 但是为啥还有点逗逼呢 黄晓云是焦际花 是人形GPS 真不愧是少城时代出来的 其他的选手像明星 都只是某张图片像 但是只有她 公视照就很像了 TMI动态的更像 那谁家的泥素粉有福辣 魏书语好看 扎一称好看 福亚宁好看 曲佳琪好看 在我的审美上跳舞 费清源好看 是我认为的甜美顶点 对不起 我词穷了 话不重要 欣赏美女就完事 以上所有评价 仅仅是从TMI出发的 没有攻击选手的意思 其实我可以算是一个秀粉了 韩国的produce全系列 我都看过 中国除了创造影之外 全都看过 就像看另一心动的offer中那样 我喜欢那种既燃又累的感觉 我看似在吃瓜 在不知不觉中 其实也会投入真情实感 虽然说在这种赛制下 人气为王 不论歌舞实力 投上去就可以出道 但是私心里 我真的不希望美丽废物成盘 本质舞台粉的我 希望看到炸裂的舞蹈 穿透的高音 而不单单是在舞台上战装 我尊重最后的成果 但是也期待配置优越的团 接下来就讲讲打铁大队吧 一般意义上来说 铁就是中性风 正方便要说 打铁是不能接受 风格多样化的体现 你也打铁我也喜欢 凭什么女团就该是 长发柔柔 裙摆飘飘 这不是刻板印象吗 公式照爱奇艺 给了裤子的选择 很酷啊 尊重选手 很棒 反方便有则指出 打铁大队打的是铁 是不能配合团队的 单一中性风 打铁大队的重点在于 不能配合团队 公式照一出 打铁大队集合 打铁大队以不能让铁梯 出道为中心 坚持团队风格统一 坚持个人配合整体为原则 每天打铁 开始大家有点无差别攻击 所有的短发妹子 全部打成铁梯 后来刘雨昕 林凡 陆柯然 成了重点打铁对象 来看打铁大队搞笑回复 第一场公演 的report出来之后 听说刘雨昕 陆柯然等选手的表现 非常亮眼 打铁大队为何遍地哀嚎 爱打铁为何频频跑路 是谁心中咯当力争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尽情期待 走进打铁 到底是爱打铁站上风 还是爱铁压海棠 南科时期梦将持续追踪报道 嗯 那今天的瓜也就吃得差不多了 直此新春佳节 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都开开心心 越来越好 还有记得保重健康 现在疫情好像有点大条了 春运人口流动剧烈 一定一定要戴好口罩 注意身体 有什么异常 马上就医 保命重要 最后最后 上次的投稿破万 非常感谢大家 真的没想到 一定会努力更新 至少会陪大家到清晨用力结束 谢谢大家 我是南科 下次一起 爱你